大家好! 星期間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個約會 開始下雨 想起那個很漂亮很大胸的 是不是靚毛 還是杜汶澤旁的 Chantelle 今天有點冷 看到很多單 很誇張的新聞 先說這單 應界港姐林玉為Denise 自從當選之後 就不停有些負面新聞 一時又說她多SP 又one night stand 其實現在這個時勢 又美女又年輕 又長腿 還要有波 真是人間空氣 有多少個小女孩 不是出去玩的 再加上她在一個破碎 的家庭長大 她媽媽就胃口奔馳 很小就丟了給親人去照顧 她就好像十幾歲 已經自己出來和大姐姐 租劏房住 所以她選到港姐 絕對證明TVB 某程度不是真的 看你的背景給這個冠軍 如果是的話 每個人都給了哪個提名人的千金 那就算了 就不會給她 近日有人向傳媒 兜售一條色情短片 就說這條片 就是這個近日 是非多多的女主角 Denise 還要有足本版 四處問價 我覺得有點像當年 許智安和黃森榮 好像說她的的士 連環爆絕 真是比曾志偉的 她的吹冰冰波 好像說爆出來之前 是有人出高價 索高價 打算賣給許智安 鄭索文 後來許智安好像是沒有買到的 然後就 進了幾間大報社 看看哪一間爆 好像沒有人爆 在網上流出來 唉 真是 為何要這樣做呢 我都已經說過很多次了 是不是 你拍還拍 我拍不到樣子 你說是我 我說不是我吹 你咬我吃 那林玉慧 就去了警署報案 我相信就算她如果真的抓到人 都很難可以 這麼即時的禁制到 在這個網絡 現今這個 萬惡的網絡 嘩你一秒的片 一上 立刻被人CAP 你不要說她了 片 阿汪小菲那些 一發癲走來做幾個POSE 然後刪完又刪 刪完又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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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刪完又改 流量密碼的東西 我們那些外人認識條TOD 林玉慧接受TVB 娛樂新聞台訪問 就很肯定 咬牙實恥 就說 不是片中人 因為他很清楚 知道自己沒有做過這件事 所以覺得有必要報警 又說自己最初 收到疑似CAP 圖的時候 他自己都不太為意 但想不到那些相片 周圍流 暫時我應該很快收到 因為我身邊很多 那些豬朋狗友 林玉慧表示 很感謝TVB信任他 支持他 以及很幫助他 有沒有受影響 當然有受影響 但我又覺得 走得夜路多 沒有遇到鬼 都會遇到幾個罪貓 那他之前那麼多經歷 會不會是有些 的 怎麼說 戰爭 渣男 覺得 大佬 N年前你跟我做SP 現在不讓我診 是不是 不認識人 玩報復 黑心 肯定有 所以 女生 男生都好 一定要保護自己 另外這宗新聞 我覺得 是不是假新聞 魷魚遊戲 一號 阿伯 吳永珠 扮演者 001 那個 本身是參賽者 後來變成大 終極big boss 那位人兄 原來78歲 竟然被爆 涉嫌性騷擾 而送至法庭 公開之後 不要說震驚韓國 我想亞洲所有 有看過魷魚遊戲 連我兒子 雖然他沒看過這齣戲 但他不知什麼 有一次回到開始時 說什麼 他又不是唱得很清楚 但說到這個音 紅得是幼稚園小朋友 都認識 你想想 他竟然78歲 我不知道他是 紅了才去非禮人 還是非禮人才紅 他2017年 這件事發生 好像就是由於遊戲之前 他也是一個很資深的演員 不要忘記 在韓國 演員的地位 是高於KPOP偶像 歌手 女方就告他 說他有不恰當的身體接觸 然後阿伯就說 我們拖一下手 你正常人 除了我怕你摸摸之外 我怎麼會拖他的手 所以他有些事 你說說有拖手 其實你也認了有不恰當的身體接觸 現在人家告他 他說 警方本身第一次判定 是沒有移送的必要 即是不用踏他 女方不滿的結果 上訴 終於在去年2月 由於遊戲出了街 上訴成功 件事也罵上法庭 檢控方已經掌握證據 所以就說他猥瑣的嫌疑 大家不要忘記了 韓國無論是室內還是室外 這麼多CCTV 一會兒就像那個京東百貨劉強東 人家告他非禮強姦 那根本上人家的CCTV 還要是美國人的CCTV 拍完你的女兒又捱 又吃波餅又翹手 很明顯是勞之糾紛 但是這件事我覺得 阿伯是不是色情色呢 那真的絕對色情色 但我又不覺得一個78歲的 都...都...都...都準備好 但是呢... 那又說又說 我記得何超欣的歲數 都好像是何鴻生八十多 八十到蚊才生他出來 都真的不是可以看小的 再加上是綠叔 我最記得那時候 他還沒過生的時候 接受訪問 他就說他很喜歡 是牽著各歷界的冠軍 要牽手仔 被阿綠叔扶著手仔出來 看港姐鬍 喂你都真是行張入目啦 好心就不要 唉...真是當你阿爺好 還是當你是男人好呢 另外幾天前就見到這個新聞 麥明斯這件 叫做沒有錢買衣服的報料 在網上就給很多的 師奶 女士們就覺得 你很便宜 你很便宜 淡出幕前 轉去做法律界美少女 美魔女律師的 10A港姐 24號就有一張漂亮的照片 在社交媒體流傳 就說現身這個藝術晚宴 投到這個畫作 簽文件的時候 就說那個攝影師 那個神的角度 令到她那個小龍 有些人說是小龍包 有些人說是三隻煎蛋加起來 我就不知是幾隻了 因為我通常是商場發彈的 Louisa這個超Dip 她這個不是Dip 她是超V的打扮 震撼網民的眼球 有些人簡直想打爆螢幕 去觸碰螢幕後的極世界 其實講開又講 不講又講 這件衣服 絕對她是應該有做足安全措施的 而不是上面那條小繩子 都很難可以hold住她這個南北半球 有些人留言 口行有 她說 喂 讀多10優就怎樣 不就是要賣大包 跟Coffee那些差不多 唉 本身又說什麼 唉 我不要做娛樂圈 糟了 咬出一條舌 港人壞話是零食容易 嘩 怎麼 嘩 唉 好 我先學到Tone 唉 又說不做娛樂圈 是嗎 做律師 誰不知又要靠這個拋波來吸引人眼球 我又覺得不是 首先我們又要知道 不是那麼多人 又或者不是那麼多港者 又或者不是那麼多這些所謂 喜歡這個蜜辱橫流世代的美少女 可以選擇自己的職業 你可以是拋空 又可以說賣樣 有些人經常說 嘩 只有他的樣子 有些人又說 嘩 誰誰得的身材 死整個球 老天爺想飯吃 除了一個好的歌喉 一個漂亮的樣子 絕對是 你看英雄吧 寶貝 我想問問大家 他什麼可以 唱歌可以嗎 跳舞可以嗎 綜藝節目也不可以 叫他踩單車 睡到黃昭白眼 人家那個阿伯已經去了 不是去了 不是去了 是出發了很久 他竟然搭這個製作組的車 來去環島 嘩 真是神經病 請著他做綜藝節目也做得不好的人 堪稱她是這個數字小姐 什麼意思呢 人家的對白 就算你蔡少芬 拍《因環傳》 你都要說廣東話 然後最後說幾句國語被人摺 被對手摺 做演員最基本的就是背台詞 她不是的 有人傳 不要以為我還未確認 有人說 Angela Baby 就是這個在大陸流傳 甚至說的數字小姐 當她要說對白的時候 她就說 1234567 7654 321 我只唸這些數字 她就不說對白 她只叫做Key圖 和鍾翰梁那套電視劇 她是全程 別人拍的時候 拍了別人的鏡頭 她自己就不知道 因為可能太紅了 就拍很多其他的節目 就沒有時間 給那麼多時間去拍 她就要揍她 她在一些棚 棚境內去拍這些鏡頭 然後再Key 回到別人的電視劇 其實是超級沒有演員道德 但是麥明斯 她可以做律師 起碼她真的讀得書 有很多人說她這樣cheap 其實好啊不好聽 有年輕又漂亮 大不大呢 就叫人見智 有些人覺得她很大 有些人覺得她很小 但是她現在不露 難道是嗎 二十年後才來露嗎 我覺得她為何要先選一下港姐 就是很明顯 我做律師 我什麼時候都可以做 我是有這個10A 港姐冠軍的光環 無論是我有空出來拍廣告 又或者有空又回TVB梁家 簽了個一秀 人家那些老人家簽這些一年一秀 就是仆街折朵 但是她 我做一下律師 我那期沒什麼工作了 她又出來爆一下熱度 何樂而不為呢 她以前的Ex 林作 為了保持這個名氣 就是跟現在的女朋友不停不停玩這些財技 就好像大S那樣 喂 大哥 她老母 阿張 張郎女士 那些人說她是蟑螂女士 張蘭女士 那她是張蘭 就是張蘭和張郎差不多音 三日 她們這些婆式大戰 前夫前妻大戰 三日做了九個直播現場 賣什麼?包括螺絲粉 她們的麻綠記螺絲粉 再有咖啡 然後滷水蛋又賣 床墊現在也賣了 混賣 我覺得最應該給廣告費 汪小菲和她老母的 就是海斯頓 海斯頓床墊 三十萬人港幣一張床墊 我真的不知道是什麼人會睡 但是貧窮限制了我的想像 我記得看蘋果讀新聞之前的訪問 大樓有說過 她一條西裝褲 只穿西裝褲 不包上身 不包底褲 只穿一條健骨的西裝褲 她是要16萬港幣 哇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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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知道怎麼形容 有錢人的世界是多麼有錢 我們是想像不到 但是好像是馮瑩瑩 我也覺得很厲害 我出來 選了港仔冠軍 我演戲 拍戲 參加這個綜藝節目 做主持做司儀 然後我又去考CFA 你說難考也好 那麼起碼她考到 給多一個防身的利器自己 然後又去矯正自己的懶音 是嗎 之前那些人說她說話很賊 還有說話那個 那個懶音 或者MM不分 還有這個黏力筋 還有好像是她說話那個 那個 共鳴位還是不知 那條舌頭放在哪個位 她是矯正到的 她跟那個配音的老師 是真的很好地狠狠地下過一番功課 當然啦 她的聲音依然是這麼 那麼誇張 都是這麼吵 但是她都起碼是 做了一個很大的努力 這件事真的很值得表揚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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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